大家好,我是乖修缠 这个视频呢,咱们周年点评金风科技 那么作为风能的龙头股之一 六年大平台突破与回踩 量价顶背离 那么当前是机会还是风险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下风能板块指数 然后呢,再表达一下对于各国的一个态度 好,那么对于风能板块指数的话呢 前面经过一段轰轰烈烈的上涨 上涨过之后的话呢 对应了它的属于趋势线的坡位与反抽 那么坡位与反抽的话呢 那么从量价关系来看的话呢 反抽的一个位置 在前面高低点半分位附近 好,而且呢,反弹的时候呢 量能和前面上涨的量能相比来讲 差了一个称级 那么呢,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周 五天呢,有四天是收新的 收新过之后的话呢 量能是属于缩减的 那么从这个维度来看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像风能板块指数的一个观察节点呢 当前是属于五方向 弱势震荡 弱体现在开线连续收新 同时量能是说量的 那么用均线的一个视角来进观察的话呢 那么下方对应的 例如说在距离六十天均线的话呢 比较临近 那么对应的像风能板块指数的当前是属于哪个弱势表达 就属于如此真浪 那么呢,这个位置会不会破前面低点 还是说呢,后面能不能进而走强 那么下周中点观察的节点呢 一个是 一,量能能不能不量 如果说量能能够起来 那么呢,是可以高看一线 如果说量能不能起来 那么一旦向下破了六十天均线的一个视角 那么对应的话就属于这个小的平台破位 那么两千一百点的位置一旦破 那么对应的话呢 它防范的是再一次摊敌 甚至说呢 给新低皆有可能 这是指数表达 就是有量有未来 量能没有持续性 那么对应的话呢 谨慎 那么我们再来看个股 个股的话呢 像金峰科技 金峰科技的话呢 那么当前对它的一个判断视角的话呢 存大的结构 中期结构 以及呢 短期的一个跟踪视角 大的结构来讲的话呢 它是属于中期的平台突破 这个平台呢 六年大平台 那么平台上沿的在十七块六附近 好 那么十七块六附近的话呢 那么接下来 也就是说呢 震荡 这个位置呢 震荡也好 回落也好 只要说不破十七块六的位置 或者说呢 哪怕是盘中破了一下 立马输上来 只要这样的大的平台守得住 那么它是属于大平台突破 这样的一个技术特征 是依然成立的 但是当前呢 这是大的方向 而且这个方向用禅论结构来讲 来讲的话呢 它是属于周线级别中枢 周线级别中枢 当前呢 看这个箱子离开段 能不能打出去 这是一个视角 就是呢 六年大平台 十七块六附近的位置 数不数得住 这是 中长期 还看不看多 或者说呢 还值不值得参与的一个 强弱 分水岭 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平台 这是一个视角 那么第二的话呢 我们再看中期 中期的一个维度的话呢 当前的一个根中 视角是什么 从八块五毛一的位置以来 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日线级别的盘整上来进行 处理 我们来看 这是一个日线的线线上 这是日线的一笔下 同时也是周线的一笔下 这是日线的一个线线上 日线的线线下 把这个位置呢 作为 日线级别的中枢 当前走的是日线的线线离开段 好 就那线段 日线的线段下 日线的线段上 这个位置呢 是日线的一笔下 那么 这个位置呢 其实对应的 它是周开的 笔中枢 日开的话呢 这个位置是日开的一笔下 走的比较长 然后日线的线线上 日线的线线下 可以把它呢 作为一个日线级别中枢来去对待 那么当前呢 它的一个出发点 我们来看 前面这位置是一个三分钟枢 好 换一个颜色 这个位置呢 它是一个三十分钟枢 然后这个位置是三十分钟级别三点买点 然后回落这个位置和前面高点不接触 它实际上是属于日线的大的线段上的延续 那么当前的一个做法的呢 回落 回落的话呢 其实从大的结构上面来讲 它只要保持一个节奏 什么节奏呢 例如说 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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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高点不断抬高 低点的话呢 不断的抬高 就算了回落 从大的足球来讲 它只要不破前面这个低点的位置 实际上调整下来之后呢 反而是有限的机会点 这是从单纯的从结构的一个视角 来进行跟踪 或者来进行观察 好 一中的重点观察 那么观察是这一段 它的内部 这个上涨有没有结束的问题 大方向的话呢 长周期 那么看观察上方 六年大平台 十七块六的位置 那么中期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那么观察它的结构 这个结构的话呢 对应了从 十一块零五的位置 好 那么十一块零五的位置的话呢 那么重点跟踪的一个节点就属于 它因为当前呢还属于这样的一个反弹 给新高 回落 低点和高点的弹 弹弹抬高的过程当中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剧情下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 接下来回落 其实呢 只要不破前面的低点 只要不破前面的低点 调整充分过之后 可能还会有新的机会点 好 这是金峰科技 从它当前就是上涨的结构来去看 那么当前有何隐患呢 这是咱们在上一个视频当中 在上一个与它相关的视频当中 就讲到一个节点 要充分的看到什么呢 第一 在上涨它的量能 而言是成员量价顶背离的 MICD来讲也是成员上的顶背离的一个状态当中 所以说不得不防 而且的话呢 当时讲的一个节点 这个位置是一个掌停板 第二天冲高开低走 或者是再冲高 不能掌停 实际上就是短线的一个减持点 而后来呢 最一个顶分 顶分的话呢 对应的顶分破五均 实际上就是一段上涨之后 顶分破五均 就要防范的 那么当时讲到一个最悖的方法 如果说这样的一个中期的趋势性 就是短周期的这样的趋势性已经破了 那么短线是可以先离场的 离场过之后呢 等它调整充分之后呢 再就把握它的机会点 好 这是它的一个中期看结构 长期看平台 对于这一支个股来讲的话呢 对应了它的一个节点 长周期观察平台 中期观察结构 短期观察细节 好 那么就中了中期的视角来讲 看这个结构 那么回落它下来 如果说回落下来 不破前面地点 一旦出现这样的一个强底分的一个走法 量能 后面能够跟上 那么调整充分了 它可能还会有一个向上拐头的一个机会点 前面这个地点不能破 一旦破的话呢 那么就属于结构发生本质性的破坏 这是一个中期的一个视角 那么同时 如果说后面的回落下来之后 对应的反弹不能创新高了 那么对应的也是找卖点 觉得结构发生破坏 发生隐患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细节 细节呢 用五分钟的一个视角来进根 好 用五分钟的一个视角来进根 的话呢 咱们前面讲过同级别分解的一个维度 好 同级别分解的一个维度的话呢 对应了我们来去看 他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例如说我们 从11块05的位置 对应了 一直到当前 那么用同级别分解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那么他的跟踪视角非常清晰 第一 我们来分段去看 好 分段去看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 从20块 9毛5是一个观察点 而后的话呢 阶段性的低点 阶段性的高点 阶段性的低点 好 阶段性的高点 阶段性的低点 那么给大家来做一个细分 细分的话呢 首先前面的咱们讲的这个位置呢 它是属于30分钟级别的中枢 30分钟级别中枢延伸 而后呢 这个位置呢 它给的是一个 30分钟级别的三连买点 30分钟级别三连买点 然后呢 三连买点就是次级别回落 这个位置呢 它走的是一个 这个位置是一个五分钟中枢 而后呢 走的是一个30分钟三迈 然后呢 三迈的过程当中 走的是自线的一笔上 三层线段上 而五分钟角度来讲呢 这是一个五分钟中枢 这是第二个五分钟中枢 它走的是五分钟趋势上 五分钟趋势上之后呢 对应一个五分钟中枢延伸的 这样的一个五分钟攀升下 攀升下 它走完之后呢 这个位置又对应了一个新的五分钟趋势上 那么当前的话呢 它的一个走法 是什么呢 这个位置对应的 好 这是属于五分钟的趋势上 五分钟的攀升下 好 换一个更加清晰的演示 来进看待 好 五分钟呢 换一个 好 这个位置呢 对应的是一个五分钟的趋势上 五分钟的攀升下 五分钟的趋势上 那么当前这个位置呢 它是走势未完成 什么又完成呢 这个位置 它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五分钟的中枢 但是呢 五分钟中枢过去向下 既没有走出向下离开段 也没有什么呢 也没有突破前面的这样的高点 而且当前的走法的话 是完全可以期待 或者完全可以推演出一个向下的离开段 这个位置呢 五分钟中枢 就是当前的从20块9毛5的位置调整 观察的重点是调整有没有结束 以什么方式结束的问题 如果说调整结束的同时 内部结构饱满前低不破 这是咱们从刚才更大的一个视角 观察的是它的一个结构的一个维度 就是呢 低点在抬高 高点也在抬高 把结构呢 和禅略 开线结构和禅略的这样的一个买卖点 对应起来 对应起来就是呢 如果说这个位置给一个五分钟的攀升下跌 发生被迟 前低不破 那么对应的话呢 那么完全有可能这个位置呢 逐渐第二一个 第二一个三十分钟书 C呢 这就相当离开段 完全可以 那么我们再把前面的长期 中期和短期的一个细节 相结合 长期看的是什么呢 17块6附近不破 这是大的平台 之后呢 突破 只要说呢 不破这个位置 都属于平台突破之后的回彩确认 中期的话呢 那么结构 结构的看前低 就是常若看前高 结构看前低 中期的话呢 前低的位置只要不破 那么堆呢 回落下来之后呢 还是有机会 回落之后呢 还会有一次 向上反抽 或者反弹的可能性 那么短期看什么呢 短期看的是细节 这个细节呢 咱们用五分钟的一个统级别分解 统级别分解的话呢 那么当前我们来重点什么 重点看这一段下跌有没有完成 好 那么这一段下跌的话呢 我们来看从20块95以来 好 那么从20块95的话呢 当前实际上是属于中阴段 什么叫中阴段呢 我们来看从20块95的位置 它堆呢 是一个这个位置呢 是可以作为一个五分钟中枢组建的 五分钟中枢组建过之后的话呢 那么后面它的一个剧情 好 它的一个剧情呢 一向下并没有组成下离开段 向上的话呢 它也没有给出 因为这个位置呢 量没有的 而且呢 它这个位置呢 是实际上这位呢 对应的 好 它是属于五分钟的一笔的组成 就这个位置呢 对应了像金峰科技 接下来观察的一个节点 它的小周期的 用传统视角来讲 这是一个小周期的收链结构 非常非常细节 非常细小的一个收链结构 收链结构的话呢 那么下周重点观察什么呢 因为这个位置 类似于奔走 就是这个位置可以把它作为奔走 五分钟的奔走中枢来去看待 就是五分钟中枢的区间比较窄 比较窄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一个节点 推演方式 接下来的话呢 密切观察 如果说向下 向下的话呢 主要如果说出现 那么向下分两种方式 不破前提或者刚刚破下前提 有资金接力 有资金抵抗 结构 饱满 他和他有背驰 然后的话呢 这个位置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五分钟级别的背驰一买来去对待 好 这是一种情况 第二 如果说这个位置 主要向下几跌 急速下跌 急速下跌过之后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他的一个剧情 会上演到 他的会发生一定的演化 这个演化是什么呢 如果说主要几跌和前面的这样的一个 进入前面这样的一个进入段 无被迟 无被迟过之后的话呢 防范五分钟的盘整下 会不会给出五分钟的三连卖点 反弹不能进入五分钟中枢下沿的位置 如果给出三连卖点 防范会不会组建第二个五分钟中枢 然后呢 做一个五分钟趋势下 趋势下完成之后 趋势发生趋势背驰 它是一个短线的机会点 然后再就跟 这是一个视角 就是观察 如果说向下 那么观察力度 什么的方式 向下的是机会点 什么方式向下的话呢 反而是更大的风险点 那么最强的一种表达什么呢 最强的一种表达对应的 好 这个位置是一个 大的线线下 然后的话呢 这个位置主要什么 以这个位置作为一个观察点 作为一个新的观察点 而呢 向上 向上的话呢 也要分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什么呢 补量上行 补量上行 突破这个锁点三角形 同时的话 把这个位置作为一个 一分钟的盘整上 然后呢 五分钟呢 这样的一个 线段上 大的 这样线段上的一个表达 新的表达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观察机点 什么呢 潜高的位置 如果说呢 迟迟不能突破潜高 走迈点 即便突破潜高的 那么对应的量呢 如果说一旦不能完全的跟上 还保持人家背离的状态 防盘是有多 好 这是精神科技 所以说呢 结合刚才讲到的一个事 要再结合从 例如从周开线的一个维度 来进行观察的话呢 那么它是属于 上涨连续两周的话呢 出现上一线 然后上周是 被上上周所包含 它是一种运线 而且呢 是一种 多头进攻受阻的一种态势 明眼说亮 MSD红柱的话呢 和前面相比 它也存在一定初步的 这样的一个背离 好 那么也让它做一个总结 总结是什么呢 对于精神科技 这一支个股的一个表达来讲 当前防范 高度防范 一 这个位置 会不会再度向下选择方向 好 因为第一 整个板块来讲是弱的 弱体验内的量能是缩减的 好 那么呢 从应对的视角来讲的话呢 分为几个维度 短周期来讲 看的什么 看的是五分钟 结构 饱满度 以及呢 这个位置 因为 这个节点下跌 这个位置呢 要亮没有亮 然后反复的出现这样的十字星 十字星过周的话呢 那么像周五的这一根 小阳星 它是被周四的高地点包含的 所以说呢 它是没有方向的 从事开的表达的 这个位置也都没有方向 没有方向的话呢 那么前面这样的一个顶分 然后呢 破五军 五军 十军的话呢 即将已经形成尺差的一种状态 后面的话呢 如果说不能补量 向上突破这样的一个小的收断结构 那么对应的话呢 防范的是 哎 五分钟 中枢 向下离开段 这个离开段看力度 如果说力度比较弱 就说向下离开段 离开段有资金接力 然后呢 存在这种五分钟的被迟 那么回了下来 它可能对应的会存在一个小的机会点 好 如果无被迟的话呢 那么等它结构保满之后 只要不破前面这样的地点 就是我们用在接触于趋支线的一个视角 好 如果说强的表达什么呢 最强 必然是 接下来呢 能够向上补量给跟中央或者苍阳 然后的话呢 把这个底分给做实了 然后呢 是强底分 好 就那组强 这是一种情况 组强的话呢 那么后面看它量能能不能保持 能不能保持说 像到时候呢 能不能上 放到前面这样的量能量堆 如果说有量的话才有未来 如果量能始终保持不了 那么呢 向上 那么防范在这有多 如果向下的话呢 对应的一个剧情 一旦呢 发生五分钟的盘上下 向下离开段 内部有被磁 有被磁的 有结构 有被磁 那么对应的话呢 哎 下方这样的一个趋势直升线不破 那么它反而什么 反而是一个 可以把它作为短线的机会点 来就观察 会不会给出新的一比上 一比上的话呢 突破前高 如果说有可达有被磁 卖点 不突破前面高点 更是卖点 如果这个位置呢 出现急速调整 那么不要着急 急速调整过之后呢 防范的是五分钟 判断发展成为五分钟趋势 五分钟趋势的下的话呢 那么再观察 这是一号趋势线 后面呢再往下 那么下方这样的一个前低的位置 大的结构 如果回来不破 那么可能会有一个反挫的动作 到时候呢 再看反挫的力度 好 这是津峰科技 也就是说呢 当前对应的量亚顶背离 MIC顶背离 这是眼下的一种隐患 整个板块呢 也是缺量的 所以说呢 要保持警惕 因为前面如果减的话呢 对应的 那么接下来 按照刚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去应对 那么中长期视角的话呢 那么像大的平台17块6附近 能不能扛得住 如果说呢 你的观察视角 你的应对的周期比较长 那么呢 17块6 这个位置呢 可以作为一个原着位 不破 那么呢 可以把它作为突破之后的真大 或者是回踩确认 破了 那么呢 就要放弃 或者是先避嫌 这是长期的一个视角 那么从 短期的维度的话呢 那么用五分钟的结构 去跟 当前的话呢 五分钟的结构 它实际上是未完成 对吧 就这样不能视为完成了 好 对应了 五分钟 这五分钟中枢过之后呢 这个位置是走的 这样的一个真浪 也可以把它作为五分钟枢 延伸来去看 后面防范呢 防范再向下走离开段 当前毕竟是无量的状态 好 这是对于经风科技 那么中期的一个结构来讲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像大的周期来讲 如果说这个调整真的是 更充分 前低不破 那么对应的话呢 结构更加饱满 就那五分钟攀论下 或五分钟趋势下 一旦出现这样的结构饱满 被迟 再找机会点 好 这是经风科技的一个表达 多周期多维度 来进行跟踪 好 那么喜欢的朋友呢 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以上呢 只作为技术交流 经验分享 不作为买卖依据 只作为呢 技术观察的一个视角 包括呢 技术 不同的短 中长 不同的观察重点而已 好 再见